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部长 情人节快要到了这一天 是不是 男生怎么样就是要对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要表现一下嘛 尤其是当你跟对方还是在那种 暧昧不明的阶段的时候 还是说其实你的计划是要赶快回家 窝在家里不要被闪到 不管如何 在这一天带心里的女生去看电影 这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做的事情 但是 不管你是要去电影院 或者是猪片回家看 挑片非常非常的重要 电影可不能乱挑啊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跟各位男士们分享 情人节看电影 Top 3 注意事项 第一 观察对方喜欢哪一种菜 其实男生的类型有很多种 平常在跟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女伴聊天的时候呢 真的要好好的观察 他到底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男生 像Ryan Gosling Chris Evans Brad Pitt 这几个男生的型就不太一样 如果你挑到对的男生类型给女生看 让女生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 非常的开心 青花怒放 那你这个约会呢 就成功了一半了 第二 做足功课 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啊 男生通常对爱情的价值观是比较不敏锐 在这种关键时刻 挑电影可不是随便找一部看起来像是爱情电影的 哦走我们就去看了 这部电影是在讲一段爱情正在萌芽 男生正在追女生的过程 还是在讲一段恋情 就是已经长跑多年快要没有火花的这个故事 其实这是非常不同的爱情故事啊 尤其是在情人节 这么关键的节日里面 你所挑的电影里面所讲的事情呢 其实女生是会把这个事情 当做是在影射你想要传给她的一个讯息 所以如果你挑了一部电影是里面的男主角到处把妹 就是一直跟大家很花心这样子 很多女生在一起 结果最后女生非常的难过提了分手 如果你刚好挑了这部电影的话呢 你们看完电影之后呢 女生可能就会想说是怎样 你也想要跟电影里面那个男生一样到处把妹 对不对 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所以挑电影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在看之前呢 请记得一定要看看预告 了解一下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样的爱情 男生们做足功课啊 第三 看完电影之后要察言观色 谨言盛行 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之中 除了就是偷偷想办法牵手之外呢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聊天跟讲话 所以看完电影之后那段时间呢 某一段时间就是一个 黄金讨论电影剧情的时刻 如果你这段时间能够处理得好呢 就可以好好的结束今天这一回合啦 电影之中发生的事情 里面的主角们所做的决定 所影响的后果 这些都是看完电影之后呢 那个当下会非常想要讨论的 毕竟是出来约会嘛 所以你看完电影之后呢 女生就是也只能跟你讨论电影的剧情啊 如果你这部电影没有专心看 然后女生出来的时候想要跟你讨论剧情 发现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其实是会留下不太好的印象的 接下来就是在讨论电影的过程 真的是要谨言慎行 察言观色 千万不要把这个讨论的过程 变成是在针对错 每个人的感情观 跟电影的切入点一样 是非常主观的 所以为了要维持住 今天晚上这种非常浪漫的气氛呢 如果你听到对方 讲出了一些跟自己的观念不太符合 或者是跟你意见不同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各位男生们 为了今天晚上的气氛 请你务必忍住啊 就顺着话题走就好 千万不要激化这个对话过程 这段黄金讨论时间 如果你处理得当 接下来不管你是要吃浪漫的烛光晚餐 或者是有什么偷偷默默的计划想要进行 都可以进行的很顺利 以上三点就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男生们要在这个重要节日 带女生去看电影的话呢 该注意的三个最重要的地方 你们学起来了吗 也预祝各位男生们 在这一天能够有好的表现 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订阅部长影像研究室的YouTube频道 旁边有个小铃铛可以点一下 这样子如果上传新的影片呢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 我是部长 祝各位情人节快乐 不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